我看来他是一个艰苦奋斗 然后这个就是锐井区 他一生的是忠于人民忠于壮这个精神 要引领我们三天里来像雷锋一样学习他的精神 我们现在新时代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岗位上的人 也都应该把这种精神执着的传承下去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学习雷锋精神 尤其是像我们这代人对雷锋还是有深厚的感情 我们想做一个朴素的人吧 学雷锋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能做到的 对吧 我们应该能为老百姓做到的 就是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雷锋精神也是一种敬业 那其次我想更多的是一种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超越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现在的电视传统媒体来说 可能会面临一些新媒体的冲击 但我想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自我革命 自我创新 同时你也在以后更加的和新媒体 更好地融合起来 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 大家表示新时代呼唤雷锋精神 新时代更需要无私付出和默默奉献 只有在每一个平凡岗位上 创造出更多不平凡的业绩 才能收获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 作为咱们成都地铁 我觉得我们的员工就是怎么去实现这个雷锋的精神体现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每一次服务 我们每次用心服务 每一次保证咱们乘客能够安全平稳的出行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最真诚的一个体现 我们会继续地从居民的角度出发 然后从他们的实际需求出发 策划一些符合他们需求的一些志愿者活动 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实实在在的需要的一些帮助 然后从而更好地服务他们 也更好地把我们的那个志愿者的精神 弘扬出去 我愿意开展了许多像那封学习的活动 包括我们导医的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在那个帮服务残疾人 还有我们的那个寄生家庭 还有我们的有困难的那个病员的时候 我们都会为他提供帮服务 不管是创新创造的大智慧 还是友善工艺的小温暖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积水成渊 才能让成都这座公园城市更具质感 不断凝聚的奋进力量将助推成都走向世界 雷锋是时代楷模 雷锋精神焕发着永恒魅力 激励人们无私奉献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为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 无私奉献真情付出 在工作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 以平凡的业绩助推成都 走向世界 雷锋精神 永恒传传 为成都建设世界随日 无私奉献